哈囉大家好我是超紫白 今天是我星座超紫白第四集 然後今天的主題是 雙魚座好朋友 歡迎我們今天雙魚座的來賓 大家好我是Gina 我的生日是 9月20號 歐型 哈囉大家好 我是酷炫 我2月21號 很新鮮 大家好我是 我是 我是 我想在這3月13號 雙魚座 耶 今天的第一題 請問你們相信星座嗎 勸插 蛤你相信嗎 我算是相信 那你不相信嗎 我相信人性 你們都不會看什麼星座運輯 不會 不會看短期的 但是我相信星座大指導的個性是真的 大家說水瓶座比較多外星人 我遇到水瓶座就真的都是外星人 天瓶座帥哥美女 我剛好遇到的也是 天蠍座就是 信譽牆 欸剛好 我不知道 欸我沒聽過 欸你以為我要說都是嗎 雙魚座大家聽到第一句話都說 我們話很爛情啊 可這樣是 但我真的覺得 你們說的對 啊沒有沒有沒有啦 不然你們是魚座 雙魚座還有一個個性 喔對 雙魚座都會遲到 欸 很棒吧 欸 很棒 有沒有 大家都要看我 有我知道 我第一次拍這個系列 三個來賓全部遲到 然後還有一個沒愛 你看 三個遲到反而造成一種準時 對 所以他也配合我們 彼此都不需要等 對呀你怎麼找到 你的問題 喔喔 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雙魚座跟什麼星座比較合 什麼星座比較不合 星座書上 跟天蠍是巨蟹是兩個圈圈 然後水瓶座是叉叉 跟摩羯座是一個圈圈還算合 你是不是哪個時候有貝 我沒有貝 因為我講的是我遇過的星座 然後天秤座是叉叉 雙魚座都很浪漫叉叉 你覺得浪漫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 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我個性 通常要配一些藥物 那你來 浪漫就做很多他開心的影片 比如說幫他上字幕 不要哭了 那他很貼心喔 不要哭了沒字幕 沒字幕剛好不用字幕 最近中九姐脫柚子嗎 去皮 的柚子嗎 我還以為是什麼浪漫的事情 我浪漫的時候就是在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會放浪漫的音樂 就如果很急的話 就等一下 我先點一下喇叭 去看最近流行什麼歌就放一下 不會影響到你的那個思綠嗎 不會不會因為剛好有分神 然後可以更持久 你節目尺度不能這麼大我就不要聊這個 可以可以嗎 你覺得自己很優柔寡斷嗎 都是耶 雙魚座是很難做決定的 大家只要問到說優柔寡斷 人家就會先猜說你是雙魚 不然就是天秤 是天秤 你應該找他來主持 對啊 我現在就滿色的啊 真的啊 因為我剛好是天秤沒有是天秤 所以兩個人同時沒有辦法決定一件事情 其實很痛 對天秤是選擇性障 所以就會變成我必須要鼓起勇氣 好現在去吃拉麵 你們會不會都不知道怎麼選擇 基本上是天秤在做選擇 就選擇不出來 所以算比較快 雙魚座腦波很弱 超弱的 所以他如果說要不要吃拉麵 可以耶 牛排比較可以 那牛排好了 那拉麵呢 好像也蠻久沒吃耶 很容易相信別人 很容易相信別人 那哭一下 我就會覺得他是這樣 喔 對 路邊有那種很可憐的 你們過去 那為什麼我哭 這樣贏 同時太一樣 所以你說路邊要幫助他嗎 那個萬華那一代很多耶 都不知道怎麼幫他 這零有點大 我錢耗不下去 1500以上 我已經出了 我都好不及 因為他們會直接報價 走 要不要爽一下1500 一千啊一千 五百五百 雙魚座都很天馬行空 我勸啊 我們比較容易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但雙魚座有分執行力強跟不強 所以我是盡量把想的東西都執行出來 天馬行空壞處是 我執行到一半 我馬上開始想下一件事情 但是我很多想要拍片的企劃 我都卡住 我又開始寫下一個教本 然後再回去想反而有點忘記原本 對 雙魚座都很愛哭 有 你看起來不像會哭的樣子 你感覺很MAN 對 其實我會哭 應該比較感性嗎 感性 他看那個 牠們寶寶會哭嗎 看蜘蛛人有哭嗎 對啊 他沒有 他看那個變形體那個哭 他看大黃蜂 剛起 真的假的 你有哭嗎 那一段沒有 那你贏了 你哭點嘴 我為什麼 他沒什麼好驕傲 那種感人的片段感 不敢看 我看可魯一直在床上就有氣了 那你什麼時候哭啊 我會 海邊寶寶 海邊寶寶也會 就是那個蟹把地方被偷走 我會覺得蟹老闆很可 第一個狀況是 跟前女友要復活的時候 眼淚就必須要出來 比較容易可攻復活 有個時候裝可憐就是 我真的也很愛她 我晚上很容易憂鬱 雙魚座都會 握手上來然後 旁邊可能會覺得你不應承 沒事幹嘛一直發一些動態 對 你超常發動態 其實某個層面上有點像是希望大家穩心 我們反而講完 心情就會不正常 可以繼續做事 那你們兩個吵架會一致如嗎 不管 合好才會酷 那你們吵架的時候誰先合好 倒是男生嘛 那你應該比較兇 一般都女生比較兇 然後雙魚座都會踩落實 因為我以往每個女朋友都非常兇 然後朋友都覺得說 你這雙魚座的男生是不是被被女 就是 因為我跟孫生剛好是很大的落差 孫生就很大男人 你有不聽話就直接兇 啊我是什麼 然後我女朋友要這樣 好你要怎樣 去哪裡 吃牛排 好好好 是迅速怕女朋友生氣嗎 不是我 嗯 可能溫柔的男生吸引到女生都會 個性比較強一丁 超級做的都很懶惰 我覺得有耶 你沒發現我今天遲到嗎 你又一直趴在床上 到底要不要出門 我跟你講我是懶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我也是懶在一些奇怪的地方 對 但是反正工作的時候不會 懶的意思就是說 我一回到家就職工作 然後我的衣服跟東西跟我都不行 然後該整個女生也都不會整理 所以你提示 就是請我爸媽處理 就不幫他弄貓沙那樣 我還蠻懶的 但是我公眾說不懶 應該是說如果有 像你可以偷懶的人 或者是是你在旁邊的話 我就會變很懶 但是如果沒有人幫我處理這些 我就會變很懶 所以他如果在你旁邊就會有 我就會變超懶的 因為很善良 所以常常會不好意思拒絕別人 這一定選他 超明顯 你們答應我拍這影片 是因為很善良嗎 不知道怎麼拒絕 對 沒有 開玩笑的 朋友就是有朋友 但是不是朋友的話 就會有警戒 可能太常被騙的朋友 不好意思拒絕 然後再加上很懶 就我昨天發生的事情 不好意思拒絕 很多人一直覺得說 晚上工作室找他新的團團 好不好 我找你去討論 娃娃街的事情好不好 我說我找你去討論拍片 我懶得記時間 所以我都說 娃娃街 所以昨天晚上 我在跟別人看電影 看到一半 然後三個不同的人 打給我說 我在工作室樓下 我超我全部忘記了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 然後我就趕快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忘記了 我還騙他們我在工作 你知道嗎 你就知道我是 多不好意思拒絕別人 結果反而 造成我放聊別人 更不好的事情 你有什麼樣發表的嗎 都被講完 都被講完 你 你在哪 結果 都沒有人在這邊 記性差 吵玩家就會忘記 真的嗎 男生女生不一樣 記性差沒有 但是很容易忘記是有的 記性是好的 我沒有記性 真的我記性很好 你知道嗎 今天是9月25號 他8月跟我約我 他說8月25號 今天嗎 他說沒有是一個月後 對 他以為是8月25號 那一天還說不會遲到 我想說 遲到什麼東西 看 從那天說遲到到今天也遲到 說到說到 說到說到 一直遲到 所以你炒完架之後就忘記 對 我是炒飯圓會記得 好 好 他吵架 那就忘記了 有美好的部分在哪裡 那如果有人翻舊帳咧 我 可能也想不起來 但是一直翻舊帳這件事 的確是不太好 因為我們就向前看 所以你也是寂靜不好嗎 對 他早上在講的事情 我會在你會想 一個時候 我也是 我也是 講A的時候想B 然後他會說 他會說 你有辦法跟我說嗎 女生就會說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 我再跟你講話 因為我什麼事情都不喜歡講清楚 他有時候雙魚都曖昧不明 我連跟別人一些時間也是一樣 像我女朋友跟我約的時候 晚上幾點見面 我說7點到10點 他就說 我晚上你要工作 你這時候講你到底幾點嗎 你知道 我要講哪個時間點 對我來說很困難 我後來就決定好 8點到10點 少一個小時 少一個小時 就是 我會覺得 我在拍片 我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多拍東西 但如果是你沒事的時候放得下去 因為工作我可以直接 那我會說 7點到8點 我還是會抓一個小時 因為假如你沒有找到停車位 你在裡面找 或是剛好內湖出來 遇到塞車的時候 我就會抓個 三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這就是 我約時間上的問題 覺得自己是偏理性還是偏感性 感性圈理性差 我又感性又理性 你又有理性嗎 有耶 我在工作的時候 判斷是很理性 那我應該有一半 我用理性來修改 請上路 所以如果你的女朋友是很感性的 那你就會變得比較理性 我常常性感的比感性的 真的不知道怎麼閃 我很感性就是 吵架的時候 女朋友會說 因為你先跟我約了 然後時間沒有縮好 所以自己是對 因為沒有她會輸 那我可能就拿走一些話 去跟日文 泰國的照片跟女生 然後別人說太多 就這種 點懷過去的那種感性的方式 也算 也算 你會送禮物給對方嗎 送禮物會啊 我之前送前有一個 一個沒有包包 大概是18萬吧 然後我昨天就送一個YSL 為什麼會送呢 因為都是在完成她 那做了兩年發現 沒什麼屁用 我才被點醒 那你用錢是買不回感情的 所以她收到當下很開心 就是當一個女生 不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用錢為止的開心 就兩天 兩天後她要恢復理智了 我們根本不適合 但禮物她還是繼續拿 可以拿付回那些錢很有趣 後來就決定不要亂捨禮物給女生 那會不會對現在的女生不公平 對人工錢不要嗎 可以接受另一半屁股嗎 什麼東西 你怎麼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我叫過後她才知道我得好 那她如果有屁股 那代表 我也有一次機會了 女生可能會給男生扣打 這是比較荒謬的說法 就是說你可以偷吃三次 那三次過後我就跟你分手 啊我跟你說雙魚座就是很隨和 因為我遇到的女朋友都是沒有 她想怎樣我就照她的遊戲玩 要不要放開啊 不要 都可以 我都好 我不行 你不行對不對 就說你是隊員 我錄了差不多就是第四集 你第一次有人舉圈耶 就像我一直挽回前女友 為什麼因為她喜歡上別的男生嘛 但我心裡覺得她還是我最適合結婚的對象 我真正兩年處在等她的狀態 她如果願意跟男生分開回來 我會接受她 那是因為我跟她在一起五六年 人生有幾個五六年 但當我走出來以後 她要再復活就不行 所以她還是有個時間的長短 你自己是會讓自己保持在不會 舉起腿的狀態 對 我就是看她規則怎麼講 就是我可以去有一個開關 你如果要好好在一起 我就跟你好好在一起 你如果想要互相陪伴 那就互相陪伴講清楚 現在這麼公開透 要求婚 求婚喔還沒有 因為算命是說35歲以後 她的意思是這樣子 不然走的話 會挽回前任嗎 像我之前問天蠍座 天蠍座的意思就是 真的就是分了 沒有挽回這個意思 那現在雙魚座是都可以 哇靠 那這個問題就好像是 會不會跟前任符合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其實雙魚座很念舊 而且很容易忘記都不行 這個就有一點 雙魚座自己有點犯賤 我之前有個女朋友 也是跟我分開 然後後來過了半年 然後又遇到覺得不錯 好像又聊得來 以為彼此都改變 然後才在一起一個禮拜 才又發現 其實會吵架的事情 根本一模一樣 根本不適合 也沒有必要出來 但就是我們偏偏 又想要去經歷那一段嘗試 但其實可能不會改變 拍手改變都騙你的 就是看事情的嚴重程度 如果劈腿的話 我就不會成功 但是他如果很誠心的 要求我跟他配合我 我覺得我其實會考慮 其實有可能都被動的關係 好像也不需要問你了嗎 答案應該很屌了吧 答案應該很屌了吧 你問答一下嘛 好好好 對你都沒有出來 你會挽回嗎 會嗎 會 他會打挽回 雙魚座都很花心圈差 他不能舉圈 對 我覺得雙魚座應該是 跟大家都太好了 我就會 廢物會是 或者是太容易 教我們有個星座的時候 也會被逆一般的誤會 像射手座之類 而且這真的要看界定 因為我們做這一行的 你知道很多廠商 我都一直打說 親愛的庫宣 低兒的庫宣 打低兒跟親愛的 在工作上 我覺得還好 但我前任女友是 價值觀裡面 不能從許任何這樣的字眼出現 所以他就會覺得我都不適合 所以這也要看 另一半價值觀跟合謀 想說問一下 會不會接收泡友之類的 欸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說我很串氣 單身期間對我來說 不叫泡友 泡友是兩個字 就是雙女座非常討厭 對我來說每一個 有相處過的人 都是投入感情 我遇過一個女生 我很想跟她在一起 因為遠距離 沒辦法 她一開始就知道 我們不會有結果 但是我們相愛彼此 那我們算男女朋友 我其實也不用去問 因為大家心知肚明 你問那麼清楚幹嘛 我也還年輕還沒要結婚 所以我們就是相處的過程 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重要 那真的遇到彼此適合的對象 就跟對方說一次比就好 彼此尊重 所以對我來說那比較好的 也像男女朋友 但就只差沒有明分 就這樣 現在其實社會上很多這種 好不好 賣Gay啊 那我們差不多了 我們有什麼 最後要補充都沒有 雙魚座人 雙魚座跟雙魚座人 要很有 雙魚座很專情 有什麼想補充的嗎 雙魚座很專情 有壓力 有壓力 好 謝謝我們三萬嘉賓 謝謝 耶 喜歡我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開啟小鈴 可以支持我這個系列 謝謝你 一定要啊 這個系列大家這麼愛看 真的喔 而且我聊了這麼多約號的事情 還不好做得多效果 對啊大家應該看這個嘛 很棒 要不要再給你一個進口 謝謝 你在後面廣告時間30秒 對 可以那麼 我廣告啊 好趕快訂閱我的頻道啊 酷卷老師講幹話 想看我講幹話 放鬆就來看我就對了 好夠好 那你要負傷嗎 不用 那我沒有頻道啊 我要沒有頻道 尷尬 好了夠了啦 可以了啦 好